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 社区防疫之多少 从个人到社区 您准备好了吗? 住户个人防疫措施 有呼吸道症状时 应佩戴外壳口罩 近风下 室内与别人的距离 应保持1.5公尺 室外保持1公尺 若出现肋流感症状 除了禁速咎以外 应尽量在家中休息至 症状缓解后24小时以上 可使用肥皂和清水 或酒精性干洗手液 进行手部清洁 尤其咳嗽、打喷地及乳侧后 应注意尽量不要用手 直接触碰眼睛、鼻子和嘴巴 社区防疫管理注意事项 1.社区出入门禁注意事项 加强住户及服务人员宣导 落实请洗手 及呼吸道、卫生与咳嗽礼节等 并尽量在住户与进入社区前 量测体温与手部喷洒酒精消毒 若是有访客与进入社区 应做好社区出入门禁管理 并落实外来访客登记作业 2.维持社区环境卫生 以一份漂白水加上99份的冷水 配置当日的消毒液 清洁时配戴手套、口罩、隔离衣等 并是需要可使用护目镜或面罩 3.社区服务人员健康管理 可提前备妥适量防疫物资 以供适时使用 社区管理服务人员、保全人员、清洁人员 及经常接触民众之工作人员 工作时应佩戴口罩 4.集会活动防疫措施 建议室内超过100人以上的活动 与室外超过500人以上的活动先停办 于防疫期间 若有非必要人潮密集活动 非特定参与者 或密集接触之高度传染风险者 参加的活动可考虑暂停或延期 社区区分所有全人会议 应参照上述原则 并依各项评估后办理 最后 透过疫情准备情形检核表 检查各项项目 最新疫情相关资讯 可参阅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首页 或拨打1922免付费防疫专线查询 当指挥中心宣布疫情已进入社区传播阶段 应依指挥中心指示办理 桃圆市政府关心您